机车司机趁着红灯突然下车 往前方一辆机车冲过去 用力拉了后座乘客的背包 害对方差一点从机车上摔下来 司机怒气冲冲 原是因为自己围停被人检举 事发的9号上午 台北市一名男大生给爸爸骑车再去上学 途中发现一辆机车围停在路口10公尺处 于是拿手机拍照检举 结果被问奖发现 一路尾随男大生的机车 最后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的建国南路二段 停等红灯时下车攻击男大生 随后落跑该人没有受伤 警方获报循现逮到这名63岁的诚姓问奖 将他依妨害自由罪含送侦办 以上为止我的消息